分手回去咯 分手 你的手就沒有了 沒有音量了 分手應該體面 誰都不要說抱歉 對 然後你換我看 來 三 幾 分手應該體面 誰都不要說抱歉 對 你這樣子音量就出來了 所以你的音量出不來 是因為你的身體沒在做事 就是我們把一顆頭放在旁邊 欸 他還在唱歌 因為你完全可以分離 但是你應該每一句都有 像你笑的時候 在怎麼動 在 我就跟你說話就這樣 可是唱歌的時候 因為它有音高 它有聲線 它有拍數那麼長 然後又要有時候你唱一唱 因為又突然一個高音上去 所以氣的那個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必須習慣一件事情是 你要唱歌你的身體就要用 就是不能只有murmur 好像我只有這樣子 對 可是當你剛剛這樣唱的時候 如果我都不用它 分手應該體面 誰都不要說抱歉 我還會有點不自主用它呢 可是如果你都不用它 就是這個音量 可是當你去 分手 而且當你想要去做這個的時候 你的吸氣會先飽足 你會吸到一個夠飽 然後你才有離奇去做這個 你不會不吸 你就覺得那個高很難唱 是不是看 就 就保留高別的尊嚴 好 高不能再突然給力 所有的氣都是 它是持續的 而不是 告的那個字在 就保留高別 你這個告就特別用力 你要把它象徵 就保留高別的尊嚴 這就是我剛剛其中說的一個 就是說 你每個字在處理它 它不是就 處理完 告 它是 就保留告別 它是一個這個 所以你只能 就保留高別的尊嚴 它是一口氣 一個圓弧 一個聲線 好 好再試一下 好 就 不要往上想